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今年台湾艺人够吃香的 继留根红宝红之后 曾经的甜心教主王兴林 又因为参加乘风破浪再度翻红 一时间掀起了一股属于80后90后两代人的回忆杀 当初听说王兴林要来内地参加乘风破浪的时候 很多人大概都能想到他会翻红 但翻红的程度大家肯定想不到 只觉得他会小小的翻红一把 再度爆红的可能性不大 毕竟他离开舞台太久了 可学能想到乘风破浪开播没多久 王兴林就火了 而且是火得一塌糊涂 甚至不下于下半年的爆红程度 这就让我们感到意外 又让乘风破浪节目组感到意外 从第一期节目给到王兴林的镜头来看 很显然节目组一开始没有打算打造王兴林 不出意外就跟去年的张汉芸一样 让他小火一把收割一波关注度 至于能不能接到好资源 那就全看自己的造化 不止节目组这样想 广大网友这样想 就连王兴林自己恐怕也是这样想的 对知情网友透露 王兴林刚开始来内地参加乘风破浪 就是想着能小火一把 然后签约一家网红公司 朝带货网红方向发展 事实上 王兴林确实签约了一家MCN 准备在乘风破浪节目结束后 就去当网红 利用重新获得的人气直播带货 应该还是能赚到钱 只是王兴林的突然爆红 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 现在王兴林要想去当网红 那就大财小用了 与他现在的人气 肯定要朝着更加高大上的方向发展 据说 王兴林已经准备违约赔偿 数目不小的违约金 具体是多少不得而知 但王兴林肯定负担得起 要知道 现在王兴林已经接到好几个大言了 这还是在节目没有结束的情况下 等节目结束了 到时王兴林就不止接广告大言 那么简单 各种电视剧 电影 综艺节目的邀约 应该少不了 明摆着是要走大明星的路线 怎么会去当网红呢 不可否认 虽然很多网红 劳金的能力 不比一些大明星差 但我们说到网红 总觉得还是低了一个档次 跟明星没法比 王兴林如果没有再度爆红 那他就去当网红 应该是一个不落的选择 可是现在爆红了 当网红确实没必要 不管王兴林会赔偿多少美约金 这笔钱对他来说都是值得的 有舍才有得 这个道理 王兴林当然知道 在2022年综艺大盘遇冷的情况下 芒果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 依旧让金主们疯狂追逐 浪姐三节目开播后 话题和热度登顶 纳英 宁静两位大姐大 获利全开 王兴林 徐梦桃 张天爱 余文文 赵英子等姐姐 持续引发热议 芒果再一次给低迷的综艺市场 注入了一记强行针 本以为浪姐三会再次出现在浪姐一的辉煌 但是出舞台过后 观众所有的幻想全部幻灭 期望有多大 失望就有多大 对比P哥 浪姐三第一次公演舞台 到处都流露出制作房的服务业 赛曲 选曲 编曲 编舞 运镜 舞台呈现等全方位拉垮 节目播出后因为难看而登上热搜 节目口碑和热度双双下滑 浪姐一之所以风神 与姐姐们的努力付出密不可分 每一位参赛的姐姐都很拼 宁静待在长沙一直苦练舞蹈 万茜带伤上阵 孟家更是逆天改命 姐姐们的拼搏精神让人动用 那也是乘风破浪的精神内涵所在 浪姐二开始 姐姐们的心态就明显发生了变化 一群人把我要红写在了脸上 离乘风破浪四个字渐行渐远 到了浪姐三 姐姐们的心态就更不一样了 有的是金组塞进来的 有的是芒果的关系户 有的完全是来拿通告费的 还有的姐姐把孩子和老公挂在嘴上 这种强行感动的方式 不断地在消耗路人员 节目的观感也是越来越不舒适 浪姐三的高开低走 除了姐姐们的表现值得伤气外 节目组的种种行为要负主要的责任 芒果的各大综艺节目 向来不缺少剧本设定 虽然三十个姐姐参与节目录制 但是镜头是有所侧重 比如宁静 纳英是绝对的主角 余文文 徐梦桃 张天爱 赵英子等姐姐都获得了更多的镜头照顾 芒果捧人很明显 镜头的分配大家也都看得很清楚 但也有姐姐不甘落后 有人靠人气逆风翻盘 有人靠硬实力改写命运 有人锦里附体 一路身风顺水 有人则背靠大树 赢得更多的资源 王兴林靠高人气逆风翻盘 芒果能够请来王兴林录制浪姐三 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遗憾的是 芒果抱震天物 完全没有把王兴林当盆菜 从初舞台到一宫 王兴林都像是一个透明人一样 要镜头 没镜头 要故事线 没故事线 要中差 没中差 很显然 王兴林并不是芒果力捧的对象 他只是来节目 一个过客 初舞台过后 可能芒果也想不到 王兴林靠一首爱你彻底出圈 而且整届直接带火了整个节目 王兴林男孩再也坐不住了 他们全网卖力吆喝 为自己的偶像宣传造势 粉丝们也纷纷跑来蹭热度 王兴林的歌曲也在各大音乐平台持续发放 成为能够和周杰伦掰手腕的歌手 值得注意的是 主流媒体也纷纷邀请王兴林录制视频来宣传 王兴林出舞台表演的爱你 目前在短视频平台点赞数突破1000万 上线两个多星期能取得这样的数据 足以说明王兴林的人气有多高 而目前在短视频平台能够达到1000万点赞的 也就是刘德华 李线和何炅等头部一人 1000万这样的点赞数 也确实是一些流浪明星都无法达到的数据 王兴林的爆红 也让芒果捧人计划全都被打乱 节目组只能顺势转推王兴林 通过后期剪辑来有意增加镜头数量 金主更是火速牵向王兴林做代言人 王兴林靠人气逆风翻盘 芒果也开始顺应名义 她的出签并不是偶然 而是实力使然 王兴林也绝对不会昙花一现 相信她会越来越出彩 唐世一祭天剧本 劝称配炮 王兴林靠人气改写了剧本 而有的姐姐却输赞了缺少观众员 舞的实力舞者 唐世一就是其中的代表 作为中国歌舞剧院首席舞者 国家一级演员 唐世一来参加浪姐三 备受关注 她的舞台表现力有目共睹 但是在节目中的待遇 却是仰人看不动 同样是首席舞者 朱杰静一公 凭借114朵浪花 排名第五 而唐世一仅获得61朵浪花 在纳英同盟 排名倒数第四 低人气也让她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同样是舞者 在节目中的镜头展现量不一样 最后的人气排名也是差距明显 P哥的两位舞蹈家 李响和刘佳 一个拿了祭天剧本 一个拿了大赢家 最后的结果各不相同 反观浪姐三两位舞蹈家 唐世一要么祭天 要么改写命运 而她大概率是拿到了祭天剧本 从初舞台开始 唐世一就显得诸实不顺 积极主动想成为队长 一生所爱的舞台秀也无可挑剔 但是居然没有一位姐姐站出来 选她当队长 唐世一直接成了炮灰陪炮者 这样的舞台表演 居然没有一位姐姐支持 真的是难以让人幸福 除了当队长受挫外 唐世一在节目中也是缺少镜头的庇护 本来她是很搞笑 很讨喜的性格 但是节目组压根没有剪辑出彩的内容 一公舞台的舞蹈部分 更是剪得七零八岁 完完全全把首席剪成了路人 不太会搞事情的唐世一 如果节目组后期不继续给镜头的话 那么她很可能因为低人气而出局 翻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薄俊杰 井里附体混到四宫 吴墨愁在浪姐三 一公的舞台被淘汰出局 这样的结果让很多人不敢相信 甚至她本人面对镜头都是蒙缺的状态 为吴墨愁惋惜的同时 仔细复盘整个分组和选人过程 吴墨愁的出局又在情理之中 因为她一开始就站错了队 宁静早早地向她抛出了橄榄枝 但是吴墨愁非要和熟人纳英站在一起 如果和宁静组队 吴墨愁在团队中可能会更受重视 宁静也更善于布局谋略 最后可能完全是另一种局面 吴墨愁因为站错队而惨遭淘汰 有的姐姐则是善于选择队友 虽然人气不高 存在感不强 但是一路身风涉水混到了司工 这位姐姐就是毛俊杰 如果要问三十位姐姐中 谁最缺少存在感 相信很多人会选择毛俊杰 一方面是她缺少知名度和作品加持 一方面是义务能力和综艺感都有所欠缺 但是毛俊杰懂得审时度势 每一次公演都选择到了给力的队友 通过团队的努力取得了胜利 自己也是有惊无险的进入了司工舞台 在浪姐三的舞台上 能力和人气是决定比赛的重要因素 有时候运气也是比赛的一部分 显然毛俊杰成了警力 想想吴墨愁 阿雅 刘恋等被淘汰的姐姐 毛俊杰走到司工已经是赚到了 黄毅签约芒果被重点照顾的三十位姐姐中 黄毅的业务能力确实明显存在短板 但是她在节目中的存在感非常强 节目组也是非常照顾她 给了她很多的镜头展现 从初舞台到义工舞台 黄毅和女儿的故事也是反复被提及 这一波操作也是引发热议 遗憾的是 黄毅始终缺少人气加持 义工个人喜爱度排名靠后 在三宫中遗憾被淘汰 试之东宇 搜之桑宇 虽然黄毅被早早淘汰了 但是她已经成为芒果系的签约艺人 刚刚结束的六一儿童节 黄毅和李莎明子 袁永林 魔动闪霸等芒果TV 天余签约艺人一同出席活动 相关媒体也是进行了报道 不出意外的话 黄毅已经签约了芒果TV或天余传媒 有了这一重身份的加持 再参考袁永林的剧本走向 相信黄毅未来的资源会越来越好 此前 黄毅已经在芒果综艺 怦然在心动中攥足了 话题和关注度 浪结三过后 人气和名气也会进一步提升 芒果未来的资源全都顶上来 黄毅的演艺事业也会更上一层楼 1 3